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薇 我在这里遇到一个 做房车自媒体的帅哥阿婷 这就是他的房车 一个90后的帅哥 然后开着房车去拉萨 这个屋太干净整洁了 这个椅子是可以转过来的 对啊 我这两个椅子全都转过来 我还在上面放了个按摩的东西 你一个人的上面也铺着床 对 铺着这样 因为我可能会有朋友来拉萨找我 我到时候就直接拉萨接他就行了 你这屋里 真的就是移动的家 你看你的床上用品 有没有觉得好女生 哪里女生的 不是只有娃娃娃娃 你太温馨了 你这镜头好联手一点 这是你的拍摄设备 对 我一般都用 各种运动相机 大枪的 GoPro小椅子 哇 这么专业 那你的旅行分享 你的旅行分享的账号名字叫什么 我的账号名字 就叫阿婷的房车事件 阿婷的房车事件 你的自媒体好专业 你这个都是两套 但是这个方便 主要是它是小巧的 因为我们做旅游自媒体的 还是要以便捷为主 对吧 学习了 像这种单反的话 就太麻烦了 主要也是我菜 你看你这个又有一个 然后这个也是自拍 对 大枪的主要它 主要到前面有个屏幕 一方面自拍 其实运动相机里面的 还是GoPro效果最好 运动相机就买GoPro 无人机就买大枪 你一个人出来自家会不会无聊 其实也还好 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也比较闲得住 我自己也比较喜欢钓鱼 像我钓鱼的话我也可以 一钓可以做一整天 你现在在工作吗 我没有在工作 做视频 我没有在做视频 我一拍你看它好可爱 我的假装好吗 其实有三个全是用动相机 哇 三个 对啊 太专业了 这个挺便宜的 嗯 这个只要六七百块钱 好像 我是用来拍拍那个行车记录一的 我其实想买你那个的 想买你那个 那个360的吗 对对对 那个有时候可以用 但是后期很麻烦 后期很麻烦 嗯 它不是可以用那个手机编辑的 嗯 其实我感觉 那个是挺好的 你这房子买剩多少钱 我那个时候买是 36万多点 36万5 这么贵 对啊 好严静有为 因为我那个时候配置比较高了 因为我配置配的比较高 差不多有 800里面600太阳能 然后基本上能配的都给它配上了 我觉得是你是在我们80后90后 你是最小最豪的一个人 哪有这么夸张 36万的房车一个人开 你看大屋里好整洁 主要是你这个还是洗衣机 自带洗衣机 对对对 它带了一个那个三公升的 带烘干的洗衣机 还有这个大冰箱是吧 对对对 140升 那里面有冻菜吗 有有冻了一点 减肥吃的东西 不过没怎么吃 你还减肥那么瘦 你平时有做饭吗 平时不怎么做饭 偶尔就做饭 很少 看你把厨房都放东西了 应该不怎么做饭 这只是个电磁炉而已 这只是个电磁炉 这个 这是个小电磁炉 这个是什么 这是加湿器 生活真高 太干了 高质量 天天流鼻血 还有微波炉 对对对 还有空调 对顶纸空调 换气扇 太好了 你这配置挺高的 基本上都已经算配到最高了 那个时候 你还弄了一个体重秤 我都不敢踩 这个好怕 你可以踩 我姐妹说天天踩 先 你要踩 我不敢踩 我不踩 我不敢踩 我不敢踩 我还特意买个秤 来记录我的减肥的 你总共出来自驾了有多久了 总共出来自驾了 因为前段时间不是疫情 天天在家里 估计 总共算起来的话 应该是六七个月 买房车是差不多一年 然后出来玩应该是有六七个月 那你接下来想一直玩下去吗 暂时可能会一直玩下去 因为现在自己还年轻 还是比较喜欢房车 比较喜欢旅行的 你的人生真潇洒 潇洒 90后都退休了 开着房车 环游中国 哪有退休 自媒体不是也能赚得有钱 赚得饭钱 其实也挺好的 能自给自足 我感觉做自媒体 要把这个车给抓下来 要抓好久 你要想这方面吗 那你也太累了 是吧 本身就是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 你的这个车储物贵很多 这下面都很多 里面还有超大的衣柜 我叫我挂衣服 你要个洗手间方便看吗 你帮我去看看你的洗手间 你直接去看就好了吗 我说你直接去看我就行了吗 我不方便吗 这是你一个人的房间 你帮我拍一下吗 好吧 男生的房间 然后这呢就是阿婷的卫生间了 一个便携式 一个合适的马桶 然后上面一个换气扇 然后旁边一个触摩灯 镜子 然后淋浴花扫 旁边还有一个小窗户用来透气的 上面还有两个储物格 用来放沐浴之类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大衣柜 其实长期在外呢 房车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衣柜 然后我这个衣柜呢 算是房车中比较大的衣柜了 一般来说没有像我这么大的衣柜 感觉长期旅行的话 一个大的衣柜 还是挺重要的 你那个月龙那个都好 差不多 没有 他那个没有你那个衣柜那么好 就是没有衣 就是没衣柜呀 他那个就是没 他那个衣柜就是小小的 我这个80后的老阿姨呢 到90后的小房车里面 东看西看 好羡慕 90后都退休了 要不需要马上 这个封面感觉不错 太潇洒了 你可以到我这边 他说他这个副驾可以坐在这里 还有按摩的 哇这个 今天90后的弟弟 他让我在他这里按摩一下 这个得好多钱 这个按摩的 七八百吧好像 七八百 不过按着挺舒服的 稍微还是有那么点用 他就是腰背 对 还有脖子头 对对对对 就三个地方 我觉得这东西还挺有用的 所以就接了 好了 太好了 就是刚好 刚好可以装到副驾驶 我这个副驾驶刚好可以转过来 哎呦 太爽了 我要努力加油 也要像他这么爽 你看他住在这里好爽吗 这里也可以工作 也可以坐在这里按摩 也可以坐在U型沙发 L型沙发 你这个不能转过来了 这个没必要转过来 对对对 哇你这里还是个大电视是吧 它转 它这里转也可以转 没必要转 那直接把电池关了 别写 哦你用这个移动电源 你这电挺多的 你还有个踏板车是吧 对对我是放前面 懒得放后面 你看他一个人平时不开房车 还有一个滑板车 还有个户外电源 平时在外面露营的时候 生活太高质量了 我基本上每天订的都是满的呀 每天订 对呀 你看我现在有百分 我现在有95% 这么多电了 那你如果开空调的话 够用吗 我下午就开了好久的空调了 太小吃了 因为是 因为刚在成都那个 成都那个什么 阳光小圆化过太阳能板 哦 现在的充电效率特别高 特别快 基本上660瓦能充到 在西藏能充到500多 我等于说你每天用空调都可以吗 如果太阳好的停一下 对 太潇洒了 太潇洒了 姐姐要努力了 小微姐姐要努力了 阿婷的车被围观了 好多人围观 都羡慕 一个90后的 然后我们的70后80后来参观他的房车 你看90后多潇洒 我们全部都来围观你了 你看我们这围观的有多少人 你看姐姐哥哥些 都来围观阿婷的房车 谢谢 谢谢 你这里可以睡4个 对啊 如果硬要挤的话 可以睡6个 这个还可以桌子放下去 你这样看电视 以前我也玩过房车都不敢看电视 你为什么不敢看电视 没电 怕没电 冰箱都开得很少 其实现在感觉这个挺便宜 不便宜 一套系统也要2万块 对啊 但是你换完但是你换完之后 以后就舒服了 我换下太阳灯板是660瓦是5600块 其实也不贵 效果挺好的 我就是典型的是属于穷开心 对就是汽油板 你就是穷碗 它是柴油 它排量大嘛 你这个多大 2.5T柴油涡轮增压 我蛮关心的一件事 就是帅哥 他说他开了六七个月房车 出来玩了六七个月 买了一年的房车 我好想知道他去了哪些地方 可以分享一下吗 那去的地方挺多的 有点说不清楚了 像我刚出去的话 是第一次先出去 是先去内蒙 然后从浙江一路往上去内蒙 然后从内蒙 从内蒙去青海 然后从青海去新疆 然后新疆 然后回家 然后再出来 反正去过很多地方 广东 广西 对吧 广东 广西 像现在 西藏 山西 基本上很多地方都去过太多了 那你接下来想去哪些地方 记不住了 哇塞 他都记不住了 你接下来想去哪 接下来就是 接下来就是可能西藏去完 可能会去跟月龙他们会合吧 因为已经跟他们说好了 他们到新疆喀什的话 我直接从西藏过去 然后去喀什比较近一点 对吧 直接走新疆县去喀什 然后跟月龙他们会合了 可能到时候会这样 应该是会是这样 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人语群分 物语类聚 就是豪的人 他就跟豪的人说朋友 人家说月龙就在自媒体圈里面 就是很富裕的那种人 你也是 你跟月龙他们在一起 玩了好几个月 对 不要这么诽谤我月龙哥好吗 不是诽谤 确实是我们每个人都蛮羡慕的 就只能说是玩的舒服 对吧 玩的舒服 主要是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的 主要是油 主要是油 有时间 有闲 有钱 然后有才华 拍视频也拍的好 航拍也飞的好 普通话也说的好 各方面优秀 我想问你这个C型房车是三米多高 三米二 对三米二不到 三米一五这样 在路上会不会经常遇到限高 因为很多地方都限高三米 两米八 经常也没有 偶尔确实会遇到过 我出门这么久 其实也就遇到过两三次 其实是有一次什么 是想去银川玩 然后在银川是连续碰到两次线高 然后我就直接 直接走了 本来是想在银川好好玩两天的 就是因为碰到限高 所以就没有进去玩 就是在银川 连续碰到两次 刚刚过了这个限高 刚刚拐了个弯 又碰到 我头都裂了 那有没有遇到什么 不欢迎房车的那种 那其实 就是收高的停车费 那确实有 那确实 在青海西宁的时候 在一个停车场的时候 我是停在一个小车的车户里面 他一定要收我双倍的价格吗 我就开这种大的C型房车 好考技术啊 你不是开过的 我没有 我没开过这么大的 我开的皮卡 皮卡的前面就跟那个SUV一样的 很窄 就两米吧 你这个是2.4米 也没有2.4 应该快到2.4 我想你老司机肯定没问题 它的操纵 那个杆肯定就不一样了 就像公交车吧 有了 你那是自动吗 手动 算自动的 你这是自动的 对啊 6AMT算是自动 算自动 就是手自一体 刚才这个豪车挺爽的 想问一下 它的水跟电的容量是多大 你这个水箱给多大 水箱是200升的净水箱 然后70升的灰水箱 18升的黑水箱 这么大 然后电是800的 磷酸铁铁的底电 然后是660瓦的太阳灯板 就是每天洗澡都得好多天才去加一次水了 对啊 如果我一个人的话 那就是可以 可以30天4 30天4、5天去加一次水吧 因为洗澡如果按30升水来算的话 都可以洗7次了 对对对 而且我们现在在西藏也不怎么洗脑 对对对 特别是男生就特别是 头发短嘛 洗头也很 如果加上我老婆的话 可能就要一两天去加一次水 那你那个洗衣机用水大吗 你那个洗衣机 洗衣机洗一次水差不多也要个 200升水要用掉个十分之二吧 洗衣机其实挺废水的 用的多吗 用多的呀 我就经常洗衣服的 不然洗衣机还是挺重要的 洗衣机我感觉是特别方便的 真的特别特别适合 像我这种 我看了我看了这么多房车 我就觉得他的房车就跟家一样 因为要洗衣机 大冰箱 衣柜 大的储物柜 然后大的办公桌餐桌 然后还带按摩的 主要是他上面还有一个船还空 空置在那里 哇 他这个太好了 外面自动感应灯 你在外面可以做饭吗 能啊 在外面是个外置厨房 不过我没怎么用过 在外面做饭好方便 你这个外面也可以有个淋浴头 是吧 对 我这里开了 淋浴花扇 外面还可以洗澡 户外 这个又是什么操作板吗 户外 户外餐桌 然后淋浴花扇 一个煤气罩 然后这边一个外置的 插头 对 对 对 这个是不是别人可以偷到你家的电 比如说我插个插头就能偷电了 如果开了逆变器的话 你就可以偷到 如果没开逆变器的话 你就偷不到 偷不到 对 你要开逆变器才能偷到 等于说你哪天忘了关逆变器 我就偷到电了 是这个意思吧 对 反正电挺贴的 我用来充电 我用来充电的时候 我就用这个直接充 对 我就用车里面的电子 直接充 这个是你吗 不是 这是贴纸 贴纸 对 这个贴纸 这是买车的时候 那是厂家的贴纸 你这个是你自己弄的吗 走遍中国 对 那你想去中国哪里 那不是已经走了那么多地方了 你已经快走遍了 你这个好惨 已经快走遍了 谢谢 谢谢你 你看他这个用的好少 上面的好干净 我都生锈了 后面这个是自行车架是吧 对啊 这是自行车架 哇 这个太酷了 是买车的时候配的 后爬梯 对 爬梯是方便上去擦 擦一下太阳能板 然后这边可以放 放两辆自行车 或者放放小的那种电动自行车 厉害 这么大的橱柜 就是那个床下面的吗 对 我这里 就有两个橱柜 这个橱柜 这个 对 还有下面一个 这个 哇这么大 大理车不是装了好几吨了 哪有好几吨 这个是水管 对 这是50米的水管 然后里面放着钓鱼的东西 鱼箱啊 餐桌啊 天哪 还有好大的空间 对 最羡慕的就是储物空间多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的储物厂 也能放不少东西 这个 对 哇 里面还是空的 也挺深的 哇 还是空的 就是有点黑了 拍得清楚吧 看得到 下面这个厂我用来放 放什么 放的全是鱼竿 你知道吗 鱼竿 因为它这个仓的特别适合用来放鱼竿 就长 很长 对对对 我就是全用来放鱼具了 感觉这个仓 就是用来放鱼具 买房的厨房还是得多一点 对 多的话就真的加银 什么都可以带 带很多东西 因为毕竟是长期出行的话 肯定要那个厨房大鱼 本来我就觉得面波车很方便了 但是看了你这个房车 我按耐不住了 我也要买房车 我让阿龙这次去成都房车长看房车 房车确实好 虽然有时候会限高 限宽 但是用起来方便 其实开习惯了跟小车 也没啥区别 习惯问题 而且你不是以前一直开房车 只是说进市区不方便 对 你看看这个自行车 主要是可以装自行车 然后它的储物空间好大 而且它人在里面外面都看不到的 因为它这个窗特别高 它不像小车的话 你看小车的窗 把它全部封闭都看得到 不像房车那个隐私遮挡得那么完好 看了你的车 姐姐一定要加油了 我今天看了阿婷的房车 以前也看了过很多其他的车 我觉得它的车储物空间 然后它的水电 主要是冰箱衣柜 就跟家一样 所以我要好好努力买房车了 今天谢谢阿婷 让我把他的车里外外开了个遍 给我增加了好多动力 我不说了 我回去做视频了 明天发给大家看 记得大家关注小微 关注阿婷 来再说一下你的账号 你要你自己说吗 等等 让我想一下 我应该怎么说 你看她做自媒体好认真 好认真 对每一个粉丝 对每一个观众 都要很用心 想了又想再给大家说 不像我就 这里不要紧进去 不像我就哔哩巴拉 乱说一通 经常被粉丝喷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阿婷的头条账号 叫阿婷的房车世界 也是 一个90后了 开着房车自驾中国的一个小朋友 就好了 希望大家给我一点点关注 阿婷 房车世界 阿婷的房车世界 阿婷的房车世界 一定关注 反正我都关注了 大家跟着关注一下 因为关注了阿婷 大家都有动力了 毕竟是90后都开30多弯的房车 已经玩了一年了 我都做了两年自媒体了 很多人都说我越混越差了 我仔细想了一下 好像是 真的 都说我越混越差了 真的就是这样 我越混越差了 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动力 今天我找到了 感谢阿婷 谢谢你里里外外的 把你的移动的家给我们分享了 很开心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关注我们 拜拜 拜拜